昨天在登加楼干马晚遭到山洪卷走的一家人 除了一对母子的遗体已经在昨天巡获 其余8人依然失踪 包括3名4到10岁的孩童 警方目前掌握了8名失踪者的身份 并且从现场的迹象推测 爆发的山洪又快又急 水位甚至是可能高达10米 才会将所有人在瞬间冲走 他们会不会有机会 然后从来的核心里来起来 从来看的核心里 所以沉甲是有点高 高 5到10米 当马晚警局主任韩阳南兰 在昨天晚上向媒体汇报 搜集竞展时说 8名失踪者包括女死者的 39岁丈夫卡琳·阿都拉 他的18岁长女布特利·巴奇斯 24岁的长女未婚夫 莫哈默·菲克里 以及5名4岁到16岁的儿女 警方相信带着家人到现场野餐的卡琳·阿都拉 或许相当的熟悉野外环境 才有办法将普通轿车开进七曲的山路 他就补充有鉴于天气恶劣 50人组成的搜救队 被迫在昨天傍晚6点暂停行动 无论如何搜救队伍今天会出动搜救选 并且增加人手 前往距离事发地点更远的流域搜寻